食 食 上半部分是一个人字头 下面是一个优良的梁 联合起来字面含义 就表示维持人一生的东西 隐身为从生到死 所以创造这个字为食物的食字 因为民以食为天 食物不就是维持我们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吗 在书写的时候 下半部分的梁 本来最后一笔是那话 也就是如图这样书写 但是当梁的那与人字头的那 同时出现在一个字当中时 就要记住一个原则 那就是俗语所说的 一字无二那 那不双飞 这个含义就是一个字中 不可以同时出现两个那话 若人字头与梁的那都伸展开来的书写 就会影响美观 一字无二那 就像草原上狮子是独一无二的大王 迪士尼出品的狮子王里面 老狮子王的儿子辛巴 被舅舅陷害而被请离乡 长大之后回归努力 打败舅舅才终于成为草原之王 草原之上不可能有两个王 所以舅舅才会不惜陷害自己的亲侄子 所以啊 如果视频前的你原来是这样写的话 现在请记住 这是不美丽的书写方法哦 甚至举一个较为夸张的例子 让我们想一想一个小朋友 他有一个脑袋是非常漂亮好看 但是如果这个小朋友他身上长了两个脑袋 你说奇怪不奇怪 在书写的时候要把下面梁字的纳化 变成反纳 也就是长点 点长才能够平衡美观 与前几节课所讲到的离让 也具有相同的道理 拖出上面的主笔纳化 让下面的纳化变成反纳 避免与上面的主笔冲突 下面这就是颜真心所写的十字 我家毛毛也是非常努力想要写好看 看看他是不是大有进步呀 所以视频前的你也抓紧跟我家毛毛一起进步吧 说到食物呢 你会不会想起那首诗 会背的跟我一起 除河日当午 汉滴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你知道全国每年浪费食物的总量 可以养活2.5亿人口吗 看看非洲难民 多可怜啊 瘦骨灵巡的 所以不要像这样去浪费食物 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接下来就是老师示范的毛笔与钢笔字的示范 注意字型的上半部分要伸展 不管是毛笔还是硬笔 书写时都要把笔画写到位 笔与钢笔